在影片開始前提醒你 影片有CC字幕 快點擊右上角開啟字幕觀看影片吧 有看過我前幾個禮拜影片的觀眾 應該都知道我最近在調查影片未來方向 未來就是真正能符合你們想看的 而且也是你們需要 對你們有幫助的 這陣子有許多觀眾都來參加我 一對一的線上諮詢 也就是使用Google Meet 像是視訊的方式進行 那就有許多觀眾告訴我 他們現階段遇到的問題 不論是技術上的問題或是電動工具的選擇 最後我也會替他們解答 所有他們遇到的問題 那這段時間調查下來發現 電動工具的選擇是許多人會遇到的問題 不論是準備開始的人 新手或是玩木工一段時間的人 那他們最常遇到的問題是 我該選擇雜牌還是大廠牌 充電室還是插電的就好 要買12V還是18V的 同一種功能的電動工具 為什麼價差這麼大 這些都是我訪談下來 大家最常遇到的問題 今天就來幫大家一一解惑 同時也分享給正準備開始做木工的 那我這邊再跟大家講一下 我目前能持續調查未來影片的方向 如果你願意幫助我這個忙 我可以針對你近期遇到的問題 由於你最直接最有效的解決方式 我相信很多DIO玩家都是自己摸索 沒有上課 所以遇到的問題也沒有人可以詢問 你可以藉由這次的機會 將你的痛點或疑問一次釐清 有興趣的觀眾呢 歡迎到說明欄添加我LINE 好那我就從第一個問題開始講解吧 雜牌與大廠牌 該選擇哪個 相信有看過我之前影片的觀眾 都很清楚我只推薦大家使用大廠牌的 但每次都只有我自己講 你可能不相信 我之前訪談的好幾個觀眾 都已經有一些電動工具了 我就很好奇問他們說 你們怎麼一開始就會選擇大廠牌的電動工具 只要他們每一個都跟我說 之前也是使用雜牌的電動工具 結果又沒多久就壞了 最後還是聽David買大廠牌的電動工具 你看喔 這麼多人都已經告訴你結論了 如果你還是質疑要買雜牌的工具 那我也沒辦法 但99%你最後一定會買大廠牌的電動工具 我舉個例子好了 今天你花1000塊買了雜牌的電鑽 用沒多久就壞掉了 最後你還是決定買大廠牌3000元的電鑽 那等於你實際花了4000元才買到這組電鑽 而這1000元就是許多新手會多花的勇往錢 這樣懂嗎 那第二個問題是 要買充電式的 還是插電的就好 其實這根據每個人需求而定 如果你都只會在家使用 而且也沒有插座不夠 或線不夠長的問題 其實你可以買插電的就好 不過現在這個時代早就已經習慣無線了 例如藍牙又或是你的手機 甚至是無線充電 不得不說充電室的工具 的確是很方便的 也是很值得投資的工具 雖然電子貴 還要買充電器 但你只要買一次而已 之後都只需要買單機即可 那至於要買12V的還是18V的 其實這有很多層面可以去思考 例如說你的工作會不會用到 還是只是單純要再加DIY而已 另外也要考慮到機種的多樣性 12V跟18V是不同的電池系統 所以沒辦法通用 18V出的機種 遠超於12V的 甚至兩顆18V的電池 就可以使用36V的機器 例如我常用的充電式修邊機 12V的就沒有出 所以如果你未來會持續做木工 並增添專業設備 我建議你可以直接買18V的 而且相對也比較有利 那當你決定要買18V時 你會發現 為什麼同一種公用的電動工具 價差這麼大 明明像是木田的起子機 明明都是起子機 為什麼要出 DTT 170 171 172 173 那價錢也都不一樣 那到底差在哪 其實當我自己要買的機器時 也會有這個困擾 那我可以提供我的做法給各位參考 第一 我會上木田的廣網 將相同功能的機器型號 每個都拉出來 那每個電動工具下面都有些介紹 例如說機器的性能 或者是工作能力 那你就可以選出比較適合你的工具 例如說我要買一台原具機好了 我就會把木田光榮商的原具機 都拉一個新的分頁出來 開始比較沒一台的差異 例如說 鋸切深度 角度調整 能不能搭配刀板使用 甚至是 鋸片好不好買 各位有聽到重點嗎 就是連後續的耗材都要考量到 那選出幾台功能比較符合你自己的 再開始看價錢 最後做決定 然後再到工具行購買機器 在這邊建議大家到 木田認證的經銷商購買 不僅不用擔心會買到假貨 未來維修也不用怕 這個呢 就是我自己買電動工具的流程 提供給各位觀眾參考 當然我也會看YouTube上的開箱介紹 或是實測 畢竟不是一筆小錢 而且是會跟你一輩子的電動工具 當然要謹慎選擇 OK那看完我以上的講解 你心中的疑惑應該已經解開了吧 你正在糾結的電動工具 也已經知道怎麼做選擇了吧 那覺得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不要吝嗇的幫我按一個讚 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只要我發佈新影片 你就不會錯過啦 只能說近期的影片 都是觀眾心得整理出來的 趕過滿滿 如果你不小心錯過了一部影片 損失的將會舒服 好了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